这是一道送分体 众所周知 在原神力越岗鱼饭老高这里 一条鱼要300摩拉 那买三条鱼要多少摩拉 特别提示 以鱼饭老高的对话为准 A.800摩拉 B.900摩拉 C.1000摩拉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C.三条鱼要1000摩拉 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 第二题 基础题 我们都知道 在原神中 七七待机动作有风动特效 能聚集周围的掉落的材料 那这种待机的风动 能扩散冰雾花的冰元素吗 举个例子 和风源万叶一样 扩散冰元素 A.能扩散冰元素 B.不能扩散冰元素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正确答案选择 B.就目前而言 七七待机动作的风动特效 不能扩散冰元素 但刮不保熟 第三题 一错题 安博 风神巴巴托斯 风源万叶 再同体力 同时间 不使用任何食物和技能的情况下 谁飞行的距离最短 A.安博飞行的距离最短 B.巴巴托斯飞行的距离最短 C.风源万叶飞行的距离最短 请看完整视频 安博固有天赋飞行冠军 能降低20%滑翔体力的消耗 风神巴巴托斯 固有天赋横峰随行 能降低20%滑翔体力的消耗 C.风源万叶固有天赋松风侠力 能降低20%冲刺体力的消耗 正确答案选择 C.风源万叶飞行的距离最短 第四题 判断题 我们都知道 在原神中 水元素能熄灭火焰 猎路人餐厅的灶台 也能被熄灭 有粉丝说 蒙德铁匠铺的火焰 是熄不灭 请问这句话 是否正确 A.正确 B.错误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A.这句话正确 第五题 附加题 在原神中 侠里灭层 对处于哪两种元素 影响下的敌人 造成的伤害提高 A.处于水元素 火元素影响下 B.处于冰元素 火元素影响下 C.处于水元素 冰元素影响下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A.被处于水元素 火元素影响下的敌人 造成的伤害提高 A. B. 感谢并含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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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vocês B.B.Uhow睦'B. B.B. AFBB. illeg proposal